我們看第五題 他說如這個圖 他說A,B,G,H 這個三個 方形都是正方形 A,B,G,H 跟這個都是正方形 邊長都是E 邊長都是E 那麼他問 第一小題 那麼這個A1 A1比上這個 A5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我們看A1 A1等於多少 我們看這個直角三角形 A1是斜邊 等於多少 等於根號多少 這個是1 1的平方加上多少 這個是3 3的平方 所以是根號10 比上根號 然後我們看F F 我們看這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直角三角形的話 就是 1的平方 加上這個 這是2 2的平方 所以是根號 所以A1比上F 是根號10 比上根號 1的平方 然後同除以根號 同除以根號 我就是根號2比1 這是第1小題 我們看 第2小題的話 它是問 三角形 A C 1 這個三角形 A C 1 這個 這個三角形 AEGF AEGF 這兩個三角形 有沒有相似 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跟什麼呢 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有沒有相似 應該有啦 為什麼 這個有相似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這個三角 跟這個三角一樣 因為這個三角 是90加上45 這是130 因為 角C 等於多少呢 角G 等於多少 135度 還有什麼 還有這一邊 AC AC比上多少呢 AC比上這個 比上AZ C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是2 比上多少 這一段 這一段是跟他2 這一段就是1加1開跟號 這是跟他2 這是等於跟他2 然後再來我們看 這個 比上這個 它會等於這個 C1 比上多少呢 比上多少呢 C1 比上GF C1 這等於跟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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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2 GF是1 GF是1 那對應角相等於對邊 成比例 這個的話 就是 兩邊 一夾角 這對一邊 成比 這個比這個 阿輝等於這個比這個 而且這兩個角 一樣 所以 三角形 AC1 相似於三角形 AGF 那根據什麼 根據SAS 我來要背一夾角